入住絕美Villa享受大自然 一泥巴黎島是國人熱門旅遊景點 不過就有臺灣人入境 疑似遭當地移民官勒索 一名許小姐上個月二十四號搭機前往 事先申請了電子宣證 當地移民官卻以簽證出身地國籍填寫 台灣 與護照ROC不符為由 獅子大開口 一口氣就要求一百元美金 看到這樣子的話 他可能是拿的是舊版的護照 還沒有更新 有些東西海關 通常都 東南海關 都想辦法跟客人多要一點 一個想費的費用 放口袋 舊版臺灣護照 大大寫上Republic of China 旅行社認為很有可能被當地海關 當作藉口 以國籍填寫與護照 不同 借機討錢 當下被討要美金 許小姐提出 要找朋友拿 移民官卻不准 強調收臺幣也行 最後交出身上兩千億元臺幣 才被移民官立刻放行 後來取行禮的時候也聽到有不少臺灣人抱怨遇到類似狀況 大家一起過去 所以人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等到大家都過 我再過去 大家都走完了 算你了 我拿不到小朋友 那根要十塊美金 二十塊美金也好 業者表示要旅客在過海關時 儘量別落單 還有入境章也要記得確認 否則不蓋章 很有可能也被所討現金 明明開心出遊 卻慘當肥羊 三線新聞高官 宣傳耀明 臺北採訪報導